司令 受我们失职 上次庆功验后 我们一直听从您的命令 暗中保护穆小姐 可还是被凶手钻了空子 您责罚我们吧 这是突发情况 你们也不用过于自责 但是以后 要多派一些人手 加强戒备 暗中保护穆小姐 有任何事情 第一时间 先战后走 是 上次就是这个 这个病人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谢谢你啊 一直派人保护我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可是我的财神爷啊 总之 谢谢你 你也不用他担心 他不会有事的 他不会有事的 要不你还是自己来吧 把脸擦擦 你也不希望他醒来 看到你这个样子 光耀哥是为救我而受伤的 要是徐都军怪罪起来 我来担 我不想牵连你 傻瓜 谁会怕你牵连啊 别看了 又不是第一天这么帅 赶紧把脸擦擦 难看死了 你笑什么 还是这么说话 比较像你 怎么样了呀 晚清找到了吗 找到了 幸亏坦司令和徐公子到得及时 晚清小姐 安然无恙 可是 徐公子在救 晚清小姐的过程中受了重伤 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光耀受伤了呀 严重吗 好像还挺严重的 坦司令都亲自给他输了血 好 太太 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我 我 我阴险 我不去了 怕给他们找麻烦 医生去吧 好 好 去来 到医院抢救了 然后 到医院抢救了 你才能找到肉馅 尤为 ỡ医生说 快 不在他 还是 跟时候 我 我 还是 要是出了差错 人可是会死在手术台上的 那不做手术 人也保不住啊 他可是徐渡君的公子 万一救不回来 我们所有人都听倒霉 怎么样 徐渡班他 不太好 什么叫不太好 刚才不是说 书写完了就行了吗 其实徐渡班的胸腔里 有好多鸡血 如果不及时手术 打开胸腔找到出血点 恐怕 挺不过今晚 那你们还等什么呀 赶紧做手术啊 可是 我们医院没做过这样的手术 万一操作不当 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啊 你做不做手术 谭司令 你别急 你想 徐渡班身份尊贵 我们真的不敢擅自做主 更何况 他的家人都不在上海 要不 您在这儿 手术同意书上签个字 也算是 给我们吃一颗定心华 院长 这救死扶伤 不应该是你们医院的事吗 动不动手术 也是你们医生说了算 我们司令他不懂医 凭什么跟你们签同意书啊 这位长官 你想啊 徐渡班可是徐渡君的独子 这 这种责任我们可负不起啊 你现在让我们司令在这上面签字 万一徐渡班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这徐渡君怪罪下来 你们好推卸责任是吧 没有手术同意书 我们真的做不了手术 我来签 我是徐光耀的未婚妻 轮不到你 要签也是我签 司令 谭司令要是签 我们也就放心了 给我马上安排手术 好 走走走走 医生 来 给扶我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我出去一下 司令 你干吗去 这徐光耀 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现在打电话给徐伯军 他们能见到最后一面 等等 刚才签字的事 还不知道怎么收场呢 你现在又把徐伯军叫来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呢 到时候我们可真圆不了场啊 老妩 这个时候我们要再想着自保 让他们见不到最后一面 那是缺德 吴副司令 与其在这儿担心别人做文章 不如马上去把 光耀哥的病历拿过来 需不需要做手术 有没有这个必要 病历一清二楚 好好好 我正要去 谭司 你去司令部再调一些兵过来 上次宴会的时候 就有人想刺杀光耀哥 来栽赃谭司令 我怕他们这次卷土重来 我也会马上打电话给爸爸 封锁医院 你只管守好 好 光耀哥 你一定要挺住 徐独军怎么说 徐独军怎么说 他没怎么说 就是说尽快赶来 你刚刚为什么要签字 万一光耀哥有个三长两短 你怎么交代 那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刚才为什么要冒出来 说是徐光耀的未婚妻 如果徐伯军知道 他自己的儿子为你挡了子弹 你这个未婚妻还能做成吗 你是个傻子吗 傻的是你 光耀哥是因为我受伤的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能把你撤起来 你不用为我开脱 我没有为你开脱 建民团的事情 你已撞在枪口上了 他万一又用这件事情 来为难你怎么办 我只是个小秘书 他就算责怪我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徐伯军那边交给我 这个时候我不可能把你推到前面 你有把握吗 相信我 我先去看看手术怎么样了 我再次看我